Hello 大家好 我是倩倩 昨天我跟医保同学我们两个人去了环球影城 终于去了 太不容易了 想了好久我终于去了 所以说呢今天因为我加班嘛 我一个人在我们租的房的这一块 然后医保同学回家过节啦 那这期视频的原因是因为 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说了说我们昨天拍的素材 我发现它好像没有办法完成的成为一条Vlog 本来是想拍个Vlog给大家看的 但是呢发现可能我们太着急去赶项目了 所以好像素材并没有怎么拍 我想了想既然今天正好有时间 我一个人在这里就以这种口述的形式 来跟大家聊聊我对于环球影城的体验 以及一些小小的建议 应该算不了攻略 好 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今天这期视频估计会有点长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巴巴 首先我们是昨天去了 9月30号它是一个工作日 但是因为是国庆节前嘛 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很典型的工作日 它应该会比工作日的人数要多一点 据传闻昨天大概有2.5万人入园 大概因为北京线流的原因 这一段时期应该都会是这个数 甚至比这个数少一点 先说一下我们昨天一天的行程 昨天是7点50 在环球影城地铁站集合 然后排了第一道安检 从第一道安检就会开始排队 我们那个时候大概是前三四排的样子吧 也不是最前面 然后它大概是8点左右才开始第一道安检的 第一道安检的大概就是要扫一下健康宝 然后要扫一下身份证 这其实就是要进入城市大道的一个安检 然后呢穿过了这第一道安检 我们就进入了城市大道 然后就会有大圆球 这个时候大家不要去跟大圆球拍照哦 我们直奔第二道安检就到达了拱门那里 第二道安检呢就是提供预约码 然后要提前的从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APP上保存下来 我们大概是8点10分的左右到达了拱门 然后开始排队 这个时候它是8点8的时候才会开始安检 第三道安检就是人脸识别或者刷身份证 这边建议好打刷身份证入园吧 会比较快速 人脸可能会识别不上 8点52我们到达了火种园 我们先去了边庭金刚基地 然后因为我们俩都是菜狗 我们俩都没有办法玩八天五过山车 所以我们俩放弃了那个项目 火种园呢当时是不需要排队的 我觉得算是我心中 北京环球影城No.1或者No.2的项目 它应该跟禁忌之旅是并齐的 我们俩很幸运地坐在了第一排 我觉得是觉得观感真的就是很不赖 而且就是没有任何恐怖的画面 9点05分我们去了飞跃侏罗纪 很幸运 9月30号是飞跃侏罗纪 开始营业的第一天就被我们俩赶上了 本来打算是去侏罗纪世界大冒险的 然后排错队了 我们俩就上了 上了之前呢我们俩都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反正就排了 大概排了15分钟 10分钟的样子就坐上去了 我的感觉就是我们这种不敢玩过山车的人也可以驾驭 它只是稍微有一点点高 然后有一点点小小的旋转 我觉得应该适合老少皆宜 飞跃侏罗纪出来的时候大概是9点20 我们去排了侏罗纪世界大冒险 侏罗纪世界大冒险这个时候的显示时间是25分钟 后面几乎这两个项目就是飞跃侏罗纪和侏罗纪世界大冒险 几乎都要在一小时以上 从来没有掉下来过 就到晚上7点以后也没有掉下来过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早一点去 然后去排这两个项目 侏罗纪世界大冒险的这个项目呢 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预期要好 我觉得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从一开始的暴虐霸王龙出来的时候 真的有把我吓到 做第一排的世界观感会更加好一点 它可能仅次于火种源争夺战和 经济之旅的项目 虽然五十我们进入了小黄人乐园 小黄人乐园真的太可爱了 而且出片率贼高 时间15分呢我们进入了小黄人 闹翻天 是要有这个名字吗 当时排队也只显示五分钟 我当时就很好奇 因为这个项目 它跟日本的环球影城是一样的 当时的时候其实排队还蛮久的 为什么北京的这个排队时间就这么少呢 我其实还挺疑惑的 去我才知道它其实就是一个影厅 因为日本的这个项目 做成的其实是 类似于火种源那样 是一个车 然后里面可能坐六到八个人 所以它的吞吐量会比较小 但是北京环球影城的这个项目能够做成了一个大的影厅 好多排 它虽然也能动 但是我觉得效果可能没有在日本环球的体验效果强 今天25分的时候 出来我们正好看到了卖小黄人冰棍的地方 小黄人冰棍真的太可爱了 然后我们就买了 那个冰棍其实还挺大的 我觉得一个女生可能吃不完 我们两个由于是早上嘛 而且天也挺冷的 反正差不多 将冰棍就吃完了 我觉得一个女生恐怕很炫 但是真的很可爱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一尝 香蕉味的 11点 我们走进了哈利波特园区 我们本来打算的 其实是晚上去哈利波特 但这个时候看 它的排队时间只有40分钟 我们俩就去了 试试证明这个选择是对的 因为一开始入园的时候 竞技之旅的排队已经飙升到60分钟 不知道为什么到了11点反而降下来了 其实当时园区人没有很多 我们在排之前 我们在排队之前嘛 其实很后悔 我应该先买环游啤酒 然后再去排队 完全够的 竞技之旅那个排队的那个 那个迷宫真的太 蛊惑人心了 你可能外面看着就一点点 但其实里面还蛮长的 我早上有那么长 我就真的去买环游啤酒了 当时环游啤酒都没有人排队 然后我们这个应该 实在实地排了40分钟 里面 只要看到城堡里面 其实你的排队会变得很有意思 因为里面的设施装修 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如果真的是哈米的话 我觉得在城堡里面的排队时间9点 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 里面真的很不错 竞技之旅这个项目呢 就是跟日本一模一样 没有来过的朋友们 真的可以体验一下 我觉得它最好的一点 就是它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 因为你自己 因为它是一个横着旋转的一个项目设施 所以你不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 微恐 我就有点微恐 像伊宝那种就是它和害怕虫子 蜘蛛 独咬动物的这种 在项目过程中就全程抓着我的手 根本没有办法放开 我们是从哈利波特出来的时候 11点50我们去买了黄油啤酒 当时大概等了15分钟的样子吧 也没有很多 然而黄油啤酒真的还不错 我们买的是冷藏吧 但是为什么不给我吸管呢 我们本来是打算去看12点半的未来水世界 但是聪明反备 聪明物 那个未来水世界是不允许饮食的 你不允许带着杯装的饮料进去的 所以说就是没有办法 我们俩也没有办法立刻喝完 所以我们俩就放弃了 就赶了下一场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12点的时候 就去了功夫熊猫 然后去吃饭 这个时候反而平先生面馆 完全没有人在排队 很疑惑 我们从那个平先生面馆出来之后 就开始排大队了 所以其实大家也不用早很多啊 你12点去吃饭 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人 然后我们是下午1点1刻左右出来的 1点1刻左右出来 拍了拍照 然后我们就去了神龙大侠之旅 大概10分钟吧 排队 也不是很久 他这个项目从头到尾排队也不是很久 我一看他很疑惑 为什么大家都不来拍这个 事实证明这个 这个项目有一些一言难尽 就他因为离得太近了还是怎么样 他不同的人物的生肖都混杂在一起 就显得场面非常的嘈杂 非常的嘈杂 你根本就听不清阿宝的说话声音 就是这个项目是所有的观景类项目里面 我觉得最不值得去的一个项目 但是功夫熊毛整个园区 我觉得还是挺有感觉的 确实还是有中国风在的 而且也很凉快 然后也可以遮风挡雨 2点的时候我们去了未来水世界 然后昨天2点半的场次 确实是演出中的number one 特级演员们真的很不容易 我真的很担心他们冬天这个项目 真的还会开吗 他们就这么上天入水 真的感觉我都看着都要冻死了 然后也是挺值得看的一个演出吧 大家大概提到20分钟去就可以了 我觉得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三点一刻我们去看了不可驯服 里面打造的金碧辉煌 我觉得大家如果想看 想看的比较真实的话 其实你去二层看也挺好的 我看到他们这种非常专业化 非常热血澎湃 让演员们都非常尽力 在演出我就会觉得 哇真的非常的好 非常的棒 我的这个 就是这个演出 其实是超出了我的期待的 里面有两个小姐店长 巨好看 真的超级好看 然后下一个就是 好莱坞的这个项目 我们当时第一次的时候 是在第四排 是一个完全没有座位的项目 大家都是全程站着 真的还挺震撼的吧 有一点震撼 因为我们俩在第四排 看完了之后 我们俩又去排了第二次 我们二刷了这个项目 因为我们想来第一排感受一下 很厉害 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那个火是怎么燃烧起来的 然后我们去排了小黄人见面会 啊太可爱了 真的太可爱 他们一直在营业 太可爱了 我们当时因为他们那个人是会换的 你不一定你当时排上的是谁吗 我倒是无论是谁都可以 真的很可爱 然后你就是自拍的话就随意拍照就好了 五点钟我们去排了三把扫子 我们大概也就排了25分钟吧 然后就买上了 真的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餐厅了 我们是点了一个118套餐嘛 大家都说这个套餐两个女生就够了 但是我其实觉得两个女生该怎么吃呢 就是如果你们是闺蜜关系的话 因为它都是比如像鸡腿 排骨 然后一个大玉米 还有几个薯角 因为我跟乙包我们两个人 无论是鸡腿排骨还是玉米 我们俩都是两个人一起啃 但是你跟你的闺蜜总不能一起啃啊 而且这个东西你啃的话会吃的 就是吃相会不是很好看 我看我身边的那两个小姑娘 他们就用刀 然后把玉米从上面削下来 然后非常的稳意 然后从骨头上剔下来 然后非常的稳意 因为可能那会儿我饿了吧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好吃 我甚至觉得我还能再来一套 因为我们俩对花车和灯光秀都不是很有感觉 所以我们俩就是六点半去排了硬码飞行 硬码飞行大概25分钟 这已经是我今天做过最刺激的过山车啦 大家可能觉得啊 它很幼稚 但是呢 我真的已经是 就是我人在前面跑 或者在后面飞 这个项目只有20来秒 就非常的短暂 可能就是两圈 两个弯就回来了 如果这个队伍超过半个小时 我觉得大家就没有意义排了 因为它真的非常的多 然后7点10分 我们去玩了医保同学 非常想要玩的猛转过山车 一个室内的过山车 全都是孩子们 全都是孩子们在排队 医保同学这个小朋友就非常的想要去玩 我们就去排了 我认为呢 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 去吧 其实我们本来想的是玩到9点 然后喜欢项目可以二刷 但这个时候我们的步数已经高达2.6万步 我真的一步也走不动了 完全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们回家了 去拿了一个生日徽章 这个生日徽章呢 是你只要是当月的生日 拿着你的身份证去领就可以了 我有个吐槽的点 就是我想让他写欠欠 他说因为跟我的名字没有关系 所以不能写欠欠 我说那你就写欠的拼音嘛 就当我的英文就好 因为他们说可以写英文名 我的公司名片上的英文名都是这个 他却不认那个是我的英文名 他说这不叫英文名 我就 虽然小婚人见面会是 9个项目 3个演出 然后该吃的 该喝的 该拍的 我们也都全都完成了 而且就是普通票 没有有所通 没有VIP 也没有住酒店 没有提前入园 所以说呢 就给大家几个小建议 第一个呢 就是不要焦虑 挑一个正常的工作日趋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完全时间完全是够的 第二点呢 就是我认为早去是很有必要的 确实上午的排队时间 要比下午短很多 上午的时候 你就喜欢哪个去哪个就好啦 大家就实时关注 小程序上的排队时间 然后吃饭 买东西这些东西 大家就是要遵守 反其道而行 因为我觉得好像 在这个园区里 大家正常的午饭 饭点是下午一点 那么就希望大家可以玩的开心 今天这期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